各位朋友大家好 很多时候我们会不够分 眼睛有很多红筋 有时每只眼睛有生眼挑针 这个情形我们怎么算好呢 先说一下你的眼睛红筋多眼齿多 这些是热症 同时你会觉得喉咙也痒痒痒痒又脏痛 有时喉咙那里附近有粒核 摸一下它会动 那些症状我们可以用什么呢 就是菊花下枯草 材料是菊花九朵 下枯草也是九克 甘草三克 水是两碗半 很少材料就是三样东西 将这些药材冲洗一下 然后将两碗半水煮大滚之后 再慢慢煮15分钟 应该就剩下一碗就对了 你隔了渣喝了这个下枯草水 就可以令你有时眼睛很干减 眼齿多 喉咙又肿胀 觉得很干热 这些纯粹是热的情况 如果是这样 这个茶就有效了 因为下枯草 是入肝经 菊花和它是很佳搭档 所以对于眼红肿 喉咙不舒服 这个就有 很明显的功效 另外一个 有些人俗语说 哎呀 你看了不应该看的东西 所以你生眼挑针 其实这些 上一辈人才会这样说 不会说看了不应该看的 眼睛就会肿胀生眼挑针 其实这个眼挑针 又可以说是眼瘡 其实成因好像青春斗 很相似的 都是因为你吃的那些很高热量的油炸食物 或者是女性化妆 不清理得干净 不得彻底 都会造成你的皮脂腺阻塞了 那当你的眼睛 附属的皮脂腺阻塞了 又发炎 这个就是眼瘡 其实 我们俗称它 眼挑针 很多人 眼挑针 用手 折一下它 就没事了 其实千万不要 因为你的手如果不干净 会令到这个发炎的情况 更加严重 你的眼挑针 硬着不舒服 可以提议大家很简单的一件事 就是用绿茶 和椰谷 隨便拿炸就可以了 用来煲水 煲了水之后 浓稠也可以由你自己控制 摊暖它 隔了渣 然后用那条毛巾 或者用棉花 敷眼的化妆棉 濕了它 搭在眼皮外面 它有热敷的效果 同时 也有清热解毒的作用 那就会令到你真的这些眼挑针 不需要特意又用手指 又要去见医生 这个就已经可以改善了 如果你严重 当然一定要去看医生 希望这两个 这么简单的 提供对于眼有改善的方法 可以帮得到 大家 谢谢你们的收听 谢谢 state我的 词 谢谢大家 先念一下 我们下转地的 我是 去 请 请 这个